原本甜甜蜜蜜的俩人 还想进一步深入交流 却被一通不合时宜的电话打断 小白不知道的是 这通电话也将决定他们俩未来的命运 打电话的这段时间 小白已经开始准备晚餐了 只是安医生打电话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还刻意闭着他 小白心里难免有些别扭 但是店里有事 他只得放下这些有的没的 赶紧回去帮忙了 安医生出来 就看见小白给他准备的便当和纸条 果然还是他们家小孩可爱 我先去白夜郎了 RJ不在Alex快疯了 三明治垫个肚子吧 历下冰箱有个孔的 安医生看着母亲发来的信息 劝他还是不要回家和父亲硬钢了 但是他不愿意 他要自己解决一切阻碍 给小白和他们的未来一条光明大道 至于他们家的问题 就由他自己解决 他可舍不得他家小孩经历未知的痛苦 但是被蒙在鼓里的小白 却明显感觉到安医生的冷落和疏远 无论什么时间打电话发信息 对方都在忙 小白很委屈 他不明白原本温柔如水体贴 照顾他的安医生 怎么突然变了呢 天生 你吃好了吗 本来是要买给建循安的啊 结果我还说他没空 忙到里面都见不了 他忙 他这种员工可以帮忙吃啊 他不要 他都说没空了 我还硬要送去 谈个恋爱 计较那么多 再这样下去 我都觉得自己要被甩了 你喜欢给你提分手 什么时候提的 没有啦 他什么都没有说 是我在自言自语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这十天 我们只见过一次面 但是偶尔 安医生就会突然出现 小白就立马原地复活 冲出去把人抱住 原本那一点小怨气 也消散无踪了 只是安医生 一碰就要碎掉的感觉 让小白很害怕 隐隐有种不好的感觉 问他又不肯说 只是你要照顾好你自己了 有了 你们在睡觉 黑眼圈很深耶 你干嘛吃我豆腐 我没有吃你豆腐 只是你变好瘦 哪有了 赶快上去啊 不要领 我现在很忙 我没有时间照顾你发作 有你知道我怎么会发作 我陪你去 安医生怕待在一起时间长了 小白会察觉出什么 赶紧转移话题 忍着痛苦把礼物拿出来 我买了你喜欢吃的饼干 事情的可贵了 他也很舍不得自家小孩 只要看见小白 就恨不得马上留在他身边 再也不离开 但是他现在还不能 家里的问题不解决 他是不会让小孩和他一起面对的 毕竟小白情况有些特殊 他要好好保护 给对方安全可靠的臂膀 才是爱人的表现 本来就郁闷的小白 又又又迎来了凡人的学长 这次学长又想出什么花招呢 点赞关注 看一下集 集团